中共前二号人物吴邦国病亡后 10月10日傍晚时分 六万年一遇的紫金山阿特拉斯会星 再度横扫北京上空 民间纷纷猜测 是否北京还有大人物面临死亡和灾祸 有北京的天文爱好者发布视频说 十日傍晚接近六点钟的时候 拍到紫金山阿特拉斯会星出现在北京上空 看到他拖着一条尾巴过来 现在他已经到了 已经下到了地平线下去了 视频中显示 这颗彗星出现时 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 头朝下倾斜着划过天空 随后改为垂直朝地的方向 慢慢变成了一团 成了一颗明亮的星星 最后垂直的从天际线坠落 消失 许多北京网友都看到这颗彗星 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彗星的照片和视频 有视频显示 这颗彗星出现时十分显眼 像一道焰火从空中坠落 在此之前 10月1日和2日凌晨 这颗六万年一遇的天外来客 C2023A3 紫金山阿特拉斯 彗星就从北京上空横扫而过 当时彗星是头朝上 彗位朝下 出现时天空中出现一抹奇异的光 起初只是一抹微弱的光运 渐渐的光运越来越强 一颗拖着尾巴的彗星清晰可见 出现在北京城的上空 快速扫过 这一次彗星是头朝下 彗位朝上 而且一出现在北京上空时就十分耀眼 彗位的亮度 长度都比之前更为明显 彗星的出现 自古以来都被认为是不祥之兆 彗星 因其伪偿形状酷似扫帚 因此被民间称为扫帚兴 欲示国王或男性贵族 面临死亡或灾难 中国古人把彗星称为兴辈 西汉时期的思想家董仲书认为 辈者 恶气之所生也 西汉宗室大臣 文学家刘相泽曰 背兴 乱沉泪 转沙之表演 在汉书 后汉书中记载了几十次星辈异象 在人间对应的出现了灾害 兵乱 试杀等事件 这颗六万年一遇的彗星 首次横扫北京上空几天后 10月8日 中共前政治局常委 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在北京病亡 终年84岁 吴邦国是继江泽民之后 近两年死亡的第二个正国级上海帮成员 曾是中共二号人物 10日 这颗彗星再度横扫北京上空 引发外界联想 民间纷纷猜测 这是否预示北京还会有大人物出现不测 它慢慢的下垂 这颗就是阿特拉斯卫星了 现在我这个地方是北京海淀 北京的海淀 海淀山地这边 我这个方向是太阳山方向 嗯 百万山的方向 我们慢慢回到它原来的 这是原始尺寸 好了现在我要从手机架上把这个手机取出来 这微信已经开始在慢慢往往下走了 我要换个方向 还是刚才这个方向啊 手机动了 但是 这个 这个弧星在慢慢的 慢慢的引入地平线 西南方向 现在这个方向是西南方向 我这里呢 分明地看到了百万山的 蛇老太军的那个庙宇 这个两树中间 这个大高的树的中间就是那颗卫星 可惜我的手机 可不你你有什么我在我这是我自己的家 你如果不信我 所有的法律材料你要承担 我都要谁好处了 那你还会说 那你凭什么 我现在扣你这是因为什么 因为什么 涉嫌非法营运 我现在再扣 扣我去处理 后面再调查 你记得吗 那我的筹放在我家门口 你说 我说了涉嫌非法营运 把我的筹拉下来 一大早你现在给我看 一大早我说谁好处 你看我说谁好处了 我不说谁 我不说你 我跟谁做什么 谁是你 干嘛一大早来扣我的车 我的车又不是违法违队乱停 还是你当场 抓到我租车了 我的车放在我家 我说了涉嫌 涉嫌出租啊 涉嫌马路单 你一家旅行 你不过 我刚才一大便 你老娘 他拿当局 你已经执法了是吧 我半夜上次我说 我就忘了说 你是哪个公司的代表 我半夜上次我说 就看他家门工作的 拿你的工作上来给我看 拿你的工作上来给我看领导 这是穿衣服的 我知道 这是执政执法的 你是哪个单位的 你拿你的工作上来给我看 拿什么条款 什么规定来给我看 凭什么我们居民的车放自家门口 你来推 我给小伙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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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对没人会来 你的穿变服 你是哪个社会的 是哪个派的 你穿自服了吧 我知道你是谁 我的车放在我家门口 我是这家的主人 人家就跟你说 是涉嫌 涉嫌不涉嫌 涉嫌 涉嫌满大家 你不在这家门口 你外外的事要推到 你不在那家门口 你不在那家门口 我和我家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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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没有停住 我都没有停住 我都没有 我都没有 Só你把小伙伦都结合 Ot While I left 我和我 organizations 完全都 dismissed куне 只是成家了 咱们跟进家门口 把我的车推回 我的车往我家门口 往谁了 把我的车推回 我和我家门口 我为我跟小伙伦都是 人家这些外地人来这里做买卖 所以来这里 这个你别拿了 当初都有 拿我的手机的东西来 我在家里的手机 就没事找事了就开始 报警了让警察来 你看骑游车一下试试 我都想问我在门口听什么 要来退我的车 还在来 哪个你这个车里面 我就骑 你不要在这里面是我的车的 这个车是色情非法速度啊 证据拿出来 你不用指我好不好 我先跟你说 我先跟你说你不用指我 欺负人是吧 我没有欺负你 你不用指我好不好 我先跟你说 我先跟你说 叫你配合 是不是为民服务 好吧 你给我拿出来 你不用指我吧 来说来莫说我的车 我的车放在我家 你不用指我吧 我告诉你们别在这撕吧 有事说事别撕吧 我们先说车 我们先去 我们先去 我跟你说叫你配合 把握到最先举动 你不用指我 你不用指我了 什么天啊小镇 招商引资 人家这些外地人来这里做买卖 你就关关相互 人家都喜欢在这里 人家自己的车 外加门口来这里 这么多整的 就他来整我 这比较好 我叫你会 这黑衣服 那是什么人 什么公司的 还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生 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 还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 视疾病无法入侵 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丽参分野参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参又有参晒参 白参 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参口服液 以百分之百韩国优质 六年高丽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 东医宝剑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 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丽人参含有34种 人参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 人参灶带RARF RG3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参 灶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 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 持高丽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 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灶带 RG3的含量比红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灶带的 吸收率高达80%以上 是红参的六倍多 是白参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输入优惠码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感谢观看